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 方舟生存進化 哇塞老頭 歐德美 是的 沒有錯 我們今天又回來了 這個 普羅米修斯模組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東西呢 就是要召喚我們這個 工作台裡面的神秘方塊 那在召喚這神秘方塊之前呢 普羅米修斯又更新了 YA 又多了新東西啦 來 我們來一探究竟到底多了什麼 來給你們看這是什麼東西 沒有錯 喔 普羅米修斯這一次 多了 普羅米的元素槍 元素步槍 普羅米版本的元素步槍 到底是如何呢 我真的覺得蠻好奇的 做成普羅米版本的是怎樣 無限彈藥嗎 它上面寫說什麼 張筆是怎樣 這個我不太懂它上面有英文 抱歉 反正呢 我們就直接立馬就做出來看看吧 反正 多出來就做看看嘛 總比沒有好啦 既然是新改版的東西 它把它加進去了 我們就來試試看 那待會呢 我們就是要稍微去 去收集一下 製作這個 這個方塊的東西 製作這個普羅米 剩出來方塊的這個材料 它需要阿修羅心臟 歐西里斯心臟 然後核心我已經收集差不多了 已經一百多個了 然後呢 還有一個是叫做 這個是 雨暴龍BOSS的心臟吧 然後下面那一個是甲龍的 甲龍BOSS的心臟 其實我們這邊之前我們打很多啦 好不好 這個是甲龍BOSS的心臟有了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 奧西里斯的 阿修羅最多 因為阿修羅很好遇到 我們只有三組心臟而已 我們這個第四組這個 這個 雨暴龍的這個心臟呢 我目前 它叫做什麼 殺戮是不是 殺戮雨暴龍 它的這個心臟我還沒有遇到啦 應該是說我還沒遇到這個本尊長什麼樣子啊 不過呢 據了解它好像是在 中央地帶雨的道吧 好 沒關係 待會我們就去找看看 然後我們就試著召喚 今天我們就試著召喚的方塊 看可以 看可不可以看看這個方塊召喚出來長什麼樣子 好 OK 我們現在已經把槍做出來了 我們看一下槍 槍的模樣到底是幹嘛 好 我們來看一下槍槍 槍槍 你在哪裡 好 反正呢 改版內容就差不多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方塊把它召喚 召喚出來 看可不可以批敵 好 因為還有更強的 其實除了BOSS本身之外呢 還有更強的BOSS 只是我們沒有遇到而已 欸 它是裝能量的 開槍勒 哇靠 會造成傷害 跟一般的有什麼區別啊 好像沒什麼區別 是攻擊力變高而已嗎 還是說它不會過熱 試看看會不會過熱好了 有啊 技量表上面顯示過熱啊 啊 會過熱啊 啊 不對啊 啊 重點是 普羅米版本有什麼差別嗎 好像是可以打特定 特定普羅米的生物吧 是不是 傷害如何啊 我們看一下有點LAG 怎麼辦 沒有半隻 啊 前面有一隻雷龍 讓我們試一下水溫 我們去射那隻雷龍好了 我們看一下射下去多少 一下五百喔 不錯啊 傷害滿高的啦 還行還行 這個我還可以接受 OK OK 這是我們的普羅米槍 而且是紅色的 它這個版本全部都是以紅色為一個基準 啊 就故意要製造一個 官方版本是藍色嘛 然後普羅米版本是紅色 啊 要做一個區別性啦 OK 這就是我們的槍 非常的鳥 喔 原來是 口渴喔 我還想說奇怪 吃肉怎麼還在叫 喔 還看 欸 這是怎樣啊 欸 鯊魚哥哥 你這樣不U啦 要我幫你解脫嗎 你會不會咬我 我靠近你 蛤 咬我啊 蛤 咬我啊 蛤 咬我啊 那不咬我欸 還是不要把他殺掉好了 就把他當成那個 警官有沒有 紀念用的 蛤 就是到時候 我們可以開放那個 觀光客來 來這個方舟 蛤 觀光客開放來方舟 蛤 這邊就有一個紀念 紀念代表作品 不是代表作品 就是 大自然的演化 蛤 大自然的行程 然後我們可以當成警官 就會有一堆觀光客來這邊拍照 然後呢 我就 我就發大財了 太好了 所以我們不要殺掉 我們不要把他殺掉 我們就把他留在那個地方 好的 那我們這個爛槍了 就這樣子 沒什麼 我們接下來呢 下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現在要去找 殺鹿與暴龍 我們要取得心臟 我們就插那四顆心臟了 那 餵魚的位置 我看一下 因為目前位置我還沒遇到啦 我不是這樣子看 應該是要 要用 要用這個傳送器看一下 那我們這次 帶我們的噴火龍去好了 我噴火龍在哪裡 噴火龍在哪裡 噴火龍 噴火龍在這邊 噢 我們帶我們噴火龍去 好 別吵 來 會不會傳到旁邊的人 應該是不會吧 我們去中央好了 我們先傳去中央 中央附近據說會有啦 不過我們就稍微刷 刷怪刷看看 看可不可以把他們給刷出來 而且就算你遇到你也不見得會獲得 因為他是隨機給的 這全部都是運氣問題 不見得會掉 噢 各位看見沒有 那邊有一隻紅色的有沒有 果然在這邊會遇得到啊 是這一隻嗎 殺戮與暴龍是你嗎 哇這會配上BGM欸 一定是他的 因為 每一隻BOSS都會有他的專屬BGM 噢 這個就是他的專屬BGM的 我們看他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 他現在正在咬 咬那隻三角龍 噢 這血量多少 七十 七十八萬七 應該是達德贏啦 算你不管我們上 快點 讓我拿到你的心臟吧 噢 還可以還可以 撐住撐住撐住 還好他能接受我的物理傷害 而不是免疫 他免疫的話就不用玩了 快點 去死吧 我的心臟 我要定了 噢你的心臟我要定了 蛤 拿到什麼東西 噢 有拿到一個紅紅的東西是什麼 該不是這個吧 該不是這個吧 不是吧 羽爆龍的肺 不是阿 在哪裡 這個 這不是心臟 這是肺阿 難道說 不是打他嗎 這怎麼可能 然後我們拿到什麼 頭盔喔 頭盔我們不要 我們已經有高級頭盔了 阿怎麼沒有掉阿 看來我們再另外找看看好了 因為我在 我怎麼猜都是他阿 因為不可能是別隻阿 怎麼可能是別隻 沒有理由是別隻阿 因為 因為我看那個官方上面 所講的就是打他阿 而且名字 名字比照 比對也是他沒有錯阿 沒關係我們再找 我們繼續刷 刷到後面再打看看 來這邊有一隻 我們來殺掉他 來吧 咬爆你 而且我發現阿 現在官方 所放置的BOSS阿 都固定三百等耶 沒有其他等級了 怎麼看都是三百等的感覺 好像是刻意的 阿為什麼又是廢阿 是要廢到民國幾年阿 我已經三個廢了 這個沒用阿 這三個廢目前沒有什麼屁用 我要的是心臟 OK 心臟好嗎 阿 不要再給我廢了 拜託 雖然 雖然不會很難遇阿 好不好 大概刷個 刷個五分鐘 十來分就出現一隻了 但是 還是要給我心臟阿 不然我怎麼做方塊阿 大大阿 阿 快點給我心臟 就差你啦 咬死你 咬死你 喔 這次給很多 不對阿 你給那麼多 你還是沒給心臟阿 哇操 這心臟是有多難掉阿 心臟是有多難掉大大 不要再 不要再勉強自己了 快點 掏給我吧 嘖 嘖 我真的快哭了我 我受夠了喔 八顆 八顆這可以換心臟嗎 拜託 可以把肺換了心臟嗎 拜託把肺換了心臟 拜託把肺換了心臟 你看我都已經打這麼多個殺肉了 你何不就給我一個心臟 拜託算我求你 好不好 這個我也打了一大堆了 我都不想要了 就丟地上 我的天阿 哈囉 各位小朋友們 經過了一番的波折之後呢 我已經可以確定的是 在這個 那隻BOSS的身上 是可以取得心臟的 因為呢 我已經成功打到了心臟了 至於為什麼會沒有入到 不要問我 因為呢 他當機了 又當機了 所以說 我覺得很累 我就知道用指令叫出心臟來了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真的超難打的 你自己看 我這個肺都打了18個了 心臟是用指令叫的 不好意思 因為實在是太難打了 我倒希望官方可以把這個 心臟的機率調高一點 所有四大BOSS 就這個BOSS的心臟最難打 答案是會掉的 可是我打到後面當機 所以說我幾乎不見了 我只要 忍痛使用指令把他叫出來了 在這邊跟各位說聲 抱歉 不好意思 因為實在是太辛苦了 我只要叫指令了 然後一定會有人罵說 老頭白癡 為什麼不叫指令 我就是喜歡這樣 不然你想怎樣 我就是喜歡用打的阿 用指令叫的話 就太沒有挑戰性了 對不對 所以說 你看 這個稿子也打一大堆 快笑死了 打這麼多 就為了這個心臟 有沒有 好啦 廢話不多說 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是趕快把它召喚出來吧 我們現在心臟有777 唉唷 剛好777 然後阿修羅比較多 阿修羅是12個 然後我們 先召喚一下其中一個好了 我們挑這個召喚出來看的是什麼東西 好不好 剩下的 到時候再說 我們剩下的我們還要打 還要再打 才會有辦法叫 你看心臟不夠了 啊 怎麼那麼累阿 打這個 根本是看運氣的 你運氣好一下就給你了啦 而且有時候還是給兩個阿 運氣不好喔 你什麼都沒有阿 就像我剛剛那個樣子 好嗎 好不好 我們先召喚一下到 沙漠2好了 我們去沙漠地帶召喚 來來我們到了 這個地方應該是有蠻多 蠻多強大的生物夠我們玩阿 來吧 我們看一下這叫什麼 欸方塊我帶出了嗎 有 這個好像叫做木斧將軍 木斧將軍普羅米 來吧 我們準備要召喚了喔 3 2 1 噓咻 噢 OMG 原來是原人 等一下這也太大隻了 可以騎嗎 可以騎嗎 哈哈哈哈 這個褲擋好大 OMG 我的天阿 好恐怖喔 還好他不會攻擊我 不然我真的嚇死了 這也太扯了吧 這麼大一隻 而且他後面還背一把劍耶 而且還雙刀耶 你跟那個同仁是 親戚嗎 可以騎耶 重點 哇靠 已經騎上去了 哇 哇 三段炸 哇 這是炸哪裡啦 C劍 C劍 C劍有沒有功能 C劍是衝擊波 你這個 你這個衝擊波沒傷害阿 達達 AK10劍有沒有功能 沒有功能 哇靠 我還沒看他血量耶 哇 副中先點一下 攻擊力也是高了下人 欸 這個好酷喔 可是他不會拔刀 太屌了吧 他不會拔刀 幹什麼東西 拜託我可是很兇狠的阿 哇 這個還跑超快的 這個刀只是裝飾品而已 要是他會拔刀就帥了 好不好 不過這裡沒有半隻BOSS 沒有半隻BOSS 可以讓我試刀一下 只能找小怪試刀了 有沒有 炸一下不見了 人間蒸發 有阿 有阿 有噴到啦 一萬五阿 一萬二阿 一萬五 就這樣子 我們寫多少阿 我們仔細看耶 各十百千萬十萬 四十 四十七萬 四十七萬喔 我中 我中那個了 我中毒了 走路變慢了 你這麼大一隻也會中毒 我也太弱了阿 感覺好像就跟一般沒什麼兩樣耶 那個血量也沒有特別的突出阿 對啊 血量也沒特別的突出阿 四十七萬 有啦 有啦 攻擊隨便點一點打下去都十幾萬的 有啦 這個感覺有強到 而且還可以跳耶 感覺我跳超高的 我是在飛還是在跳阿 欸 拜託 讓我落地一下 有了 一跳就停不下來了 沒有BOSS可以給我們殺 表示難過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一隻BOSS來陪我們玩 我才能結束今天的影片 我們稍微找一下好了 呃 紅樹林好像有 我們去紅樹林看一下好了 紅樹林 傳的到嗎這樣子 不行 太大隻傳不到阿 我們先把他傳到紅樹林 然後我們再自己傳自己 不然等一下來不 弄不回來 唉唷 我們去紅樹林 GO 好 又卡住了 好 有了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BOSS 在哪裡阿 我們稍微找一下喔 這也太屌了吧 這一隻 是 根本就是破壞王來著的阿 而且我發覺他跳超高 跳起來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地形 人家需要那種至高點看地形 我們不用我們跳起來就知道了 還可以順便看一下BOSS在哪裡 看來這裡什麼都沒有 我又被騙了 BOSS呢 我想要挑一下也不行阿 快點 讓我挑一下 快點快點快點 這樣子移動速度是最快的方式 看到了 那邊有一隻 有血條的 居然是假龍會不會被煩死阿 不管了 上 死出我的三連擊 三連擊 沒有就是噴噴 噴不到他 三連擊 哇這個可以耶 哇靠 兩下就死了 欸阿為什麼你沒給我東西阿 你是幾等的阿 不是都是300等的嗎 為什麼沒給東西 阿為什麼你42等阿 這個會不會是之前還沒有改版的時候的BOSS阿 所以說他不會有那種 擊殺BOSS的特效 然後跟那個 跟那個道具都不會給耶 那個應該是還沒有更新普羅米的版本的BOSS 欸用這隻打BOSS好強喔 不過可惜他不會飛阿 他只會跳很高而已 哇真的還蠻強的 這是我們今天這一集最新戰力 果然是方塊阿 方塊照樣出來的恐龍就是厲害 生物就是厲害 你看 你看他兩邊那個奶頭還會發光有沒有 太誇張了 哇那其他的是不是也差不多 類似長這樣阿 那一定超屌的 那到時候那種最強的BOSS 我們就直接用他來打就好 不用那麼麻煩對不對 真的超酷的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酷不酷阿 反正我是覺得超酷的就對了 好吧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任務已經達成了 那下一集呢 我們一樣是會召喚另外兩個方塊 最後那個方塊是需要 各種羽暴龍的部位 那個我就不知道要怎麼獲得了 這可能之後 要稍微研究一下才會知道 好不好 那麼今天的內容差不多就只有這些啦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從下角一個訂閱 右下角一個喜歡 歡迎下方六星老頭 我們下一次 普羅米修士放鬥生的軍話 再見啦 掰掰 請多多了 希望你不要跟進場 再次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看 經典